清代的三水画家王元祺说 林画不如看画 这画很有道理 林画是解决手的问题 就是基础上的问题 读画是解决眼睛的问题 就要去思考 做画只有眼高才能手高 眼高手低这是贬义词 用于学画方面 应该说是正规的现象 因为你学画的如果没有理论水平 没有鉴赏能力 也不能提高自己的表现能力 只有看得多眼界广 才能吸收得多 鉴赏力才能高 对灵魔画 首先要研究原作的表现特点 千万不能看一点 画一点 读画要落到一个想字 只有多想才能领悟 才能获益 中国的艺术是建立在 如、世、道、相融合的文化背景上 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就把中国画的审美演变 简化为三次 祭堂、两宋的宫廷画、院底画 可以参照谢赫的六法 自原明清、文人画长的主导 品画先看人再看才情 而近代的中西融合 创新、创意长主流 更追求的是外在形式 祭堂的人物画和五代、两宋的院底画 都可以参照谢赫的六法来欣赏 谢赫提出关于绘画的标准 主要是六法 气韵、生动、灵魂、技法、造型、色彩、构图、传承 中国画对线条的要求 概括为平、圆、流、重 变五个字 平就是勾线时在线条每一点用力要一样 切记忽轻忽重 圆就是勾线要圆魂有力 饱满而有弹性 第三点 流 用笔基成线 基点成线古人曰 如 呼漏痕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个重 用笔要有力 第五 变 指用笔的各种变化 平、圆、流、重 是对线条的基本要求 在这基础上 线条还要有多种变化 六法是南北朝时期 在南奇的著名人物画家和美术理论家谢赫提出来的 所谓的六法论是指 气韵灵、灵魂、技法、造型、色彩、构图、传承 一、气韵生动 即画面形象的精神气质 也就是冬季人物画家 顾凯之称为的神 画面形象的精神气质要活灵活现 鲜明突出 形神兼备 不仅要描绝出对象的外形 而且要表现出他的精神 人物有精神 山水、花鸟也有精神 达到神式 就能把气韵、生动 要表现出艺术形象的生动性、真实性 即气韵 也与其他无法分不开 第二个 古法用笔 古法原来指人物的外形特点 泛指的一切描绘对象的轮廓 用笔 画特有的笔墨技法 古法用笔 总的事来说是技法 是指怎么样用笔墨这个技法 恰当能把对象的形状和质感画出来 气韵生动的理解为深 那么也就可以简单的把古法用笔理解为行 作为艺术可以在尊重客观事物的前提下进行取舍、概括、想象和夸张 可以说是一种创作的态度和方法 四、随类副彩 这指的色彩的应用 根据不同的描绘对象、时间、地点 用不同的色彩 第五是构图 画面的需要体现作品的整体效果 中国画重视构图 讲究主兵 呼应、虚实、繁解、疏密、藏陋、等等 第六就是写生和临摩 第七是书画同圆 比墨功夫要同步 古画六法是指古代传统意义的概念 比墨的表现病患莫测 规结起来 用笔用正、侧、顺、逆、横、图、竖模 逆法至万法通 所谓无法而法才为制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